注意一下就是说金管会的他组织法里面 他明白了讲说他是有独立权的机构 所以这个问题他是两个法之间 他要怎么样处理的问题 这个时间是不是暂停 因为这是我们内部的讨论 所以这是两个法 他是独立行使机关 那我们立法院的 这是委员行使的这个法律 这两个法律是同样的位阶 那这两个位阶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 对独立机关的行使 跟监督的这个权利到什么范围 我觉得我们应该 如果我们在这里要求他 要求他讲出来的资讯 危害到个案的 个案的审理的话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做 做振作 对我跟赵委员报告 我想法律 任何的法律都是我们立法院通过的 那立法委员之间行使法 是我们立法院通过的 有关金管会相关的法律 通过的时候并没有 排除我们立法院的职员行使法 换句话说 他们相关的规定 仅止于独立于他们行政部门之内 所以依法的精神的话 还是必须要按照我们 我觉得我可以等同一个道理 我们也不可以 我们在立法院的实务上面 我们从来也没有去问过 检查总长 或者是问过法务部长 他对个案的处理的这个细节 我们也没有问过 他是这个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使然 那你现在他有这个独立性 但是他又是一个行政机构 所以行政机构 具独立的这种性格的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其实是我现在提出来 不是说我在质疑那个法律的不当 我只是说这两个法律之间 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 比较合理的处理 这个可能是我们财政委员会 或者整个立法院 应该要考虑的问题 请常委继续咨询 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请 这个财政部长 请部长